玉树千叉 把一个的变一层放一点 而一个太沉了 这东西吓得水多 太沉了 把他的大叶子给他捡一捡 向往盆底垫一层树皮 或者是说粗颗粒的沙子 利于它排水 然后这些土壤呢 就是普通的原土 还有核沙 差不多就是七份沙子 三份土吧 它多有一样 对 这个烤焊 这个吧 沙朵 大家前叉这个 这个东西时间 一般这个镜 有六十到十五公分 不能太压了 太压了不好 这它最好十几公分长 弄六个青干来 买三到五公分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埋上土就好了 其实很简单 这个嵌插呢 也可以做叶片嵌插 叶片的话就是 叶子的话 它长得太慢了 还不如这种 就是枝条嵌插的快 好了 现在再给它浇上水 好了 这两棵玉树呢 已经给它浇透水了 现在呢 就给它放到一个 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 不能让阳光曝晒 还有浇水的话呢 也是不能浇太多 像这种多肉的话 它都是怕烙的 别到时候就是说 这个根都烂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千差失败了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